大家要去陸下 来说话 好 那你跟着我来 一张票241 杰克克朗朗 我们来到陸下的博物馆之后 一进来眼前看到的就是这张GISMONDA 那它有两个版本 版画呢会先有一个是线稿 下来就是色稿 当色稿跟线稿合在一起完成的 就会是这张完整的GISMONDA 当时GISMONDA的比例呢 是1比1 但它们印的时候 它们就会用 一边印刷子 一个印 一个头 一个尾 然后之后在街上 有看到吗 这张是陸下的线稿 它的光是标准就会大 很大杂 我们来走记忆看 抽大杂 它的线稿其实 它的线条呢 都强而有力 就像现在化妆品的广告 那这种呢是果观比较精进 接下来这区呢是木下 包括其他歌曲啊 或者舞台戏剧 做的海报 我们等一下来看 它的海报都是一篇的呈现 海报里面的资讯 都会呈现在上下这里 这里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 我觉得 看 新年看到木下的话 因为它很大杂 可以细细的看 你验的细节 感到很震撼 有没有觉得其实 木下号的海报 不输给现在的电影海报呢 木下呢也有多一些是 它的 是设计 饰品的部分 家具 它的设计手稿 这张公司 陸下的线稿的部分 非常的稀密 然后呢 再来介绍一个是 木下蛮典型的表现一暗面的地方 它用的是 毕级排列整齐的线条 来画出一暗面 可以看起来更加的细腻 木下呢 也很喜欢使用这些 华丽的外框 来衬托画面 一些华丽的外框 背景也很喜欢用 像这样子圆形的背景 那现在呢 我们来想一下 为什么木下有办法 画出这么伟美的女生呢 是因为 它有很多model 你看 有没有觉得 这些model的姿势很严重啊 这些都是 它画在画面里面的 女生的姿势 这一个就是 那个烟盒上面的那一位 那接下来呢 这个展进展的 这些几乎都是 木下油画作品 有一张非常壮观哦 这是木下制作的版画 这些都是木下的手稿哦 也如此的细腻 这就是木下设计的钱币 有一只厚道的恶魔哦 哇 超厚道的 我刚刚已经逛完木下博物馆了 我在里面买了一些纪念品 里面有Gismonda和黄道十二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帮我分享出去 我就会把这个寄给一语的小粉丝哦 放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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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